与你分享新的历史故事 带你领会不一样的观察角度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小狼 通缉令是我国古代历史上 官府接拿罪犯的一个重要手段 通过通缉令可以发动全国百姓一起追捕 让罪犯无所遁形 即便是今天 通缉令依然是接拿罪犯的重要手段 通过带有罪犯照片 身材 医住等资讯照片的通缉令发布 会有效压缩罪犯的活动空间 一旦他们迫于生存压力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便会露出马脚 最终落入罚网 受到法律制裁 今天的通缉令利用的是摄影技术 完成对罪犯真实容貌体态回馈 但是古代并不具备这样的技术 古代真实通缉令究竟是靠什么抓到犯人的呢 热播的电视剧中 黄帝因要抓捕重大罪犯 就让宫廷画师根据目击者描述画出嫌犯容貌 结果连杀十几名画师依然没人能画的靠谱 其实这些画师死得很冤 因为仅仅根据口头描述来画出接近真人的画像几乎是不可能的 宫廷画师尚且如此 那些周府县衙的画师们就更没这个水准了 可是画像有时候还不得不画 比如在通缉要犯的时候 而我们大多数人对于古代通缉令的印象是通过一些影视作品获得 在影视作品当中 朝廷将通缉令张贴在城门处 然后一群人上前围观 只见通缉令上有一个醒目且逼真的罪犯画像 下方写出他的姓名与犯罪情况 其实古代的通缉令与影视作品中的形象有很大区别 古代的通缉令应用的时间很早 而我国现存最早的通缉令发布于汉宣帝甘露二年 这份通缉令是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 他在甘肃省金塔县境内的俄纪纳河上的尖水金关旧址出图 包含在居炎汉检当中 通缉的是一名婢女 名叫外人 罪名是帮助广陵王刘须搞无阻 意图诅咒汉宣帝 这份通缉令的记载比较详尽 事情的来龙去脉 还有案件进展到哪一步都有记载 这里为大家摘抄一段关于外人的特征描述 为人 中壮 黄色 小头 黑发 随妥面 居仪 长期鹅 如砖状 身小肠 脱瘦少颜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的通缉令 即便是这种成像级别缉拿的要犯 在描述的方式上 也主要采取文字描述的方式 当时的笔墨在体一般为竹简 在竹简上展现出罪犯的容貌形象 很难做到 甚至效果还不如文字描述 这样重要级别的犯人尚且如此 一些地方的通缉令是何种形式可想而知 通缉令配图 在古代早期并未达到普及 古代的通缉令有很大弊端 首先是时效性差 古代的通缉令发布 需要手工制作 而且人手很有限 没经费的话就只能让师爷一张张写画 有经费的话还可以雇一些秀才帮忙 一件案子发生 倒确定重大嫌疑人 再到画通缉令 等四处张贴完毕的时候 事情可能已经过去很久了 无法达到高效的作用 其次不易于理解传播 古代的通缉令很多情况下都是通过官府衙门之间传播 然后再张贴到各地的城门或者闹市区宣传 在这个过程中 通缉令虽然被围观 其实能够看懂的人并不多 古代封建设会文化普及不够 能识字的人就算是知识分子了 为解决这个问题 官府派人专门对通缉令进行解释 但是人流那么多 他不可能无限回圈解释 这就会造成很多人根本看不懂 而是听一些人口口相传获得资讯 一件事情经过几个人传播之后 资讯会大量损失 甚至发生错乱 这就会造成古代通缉令内容无法准确地让人理解和传播 第三画像不准确 海捕文书上除了姓名、性别外 最主要的就是描绘容貌 以便于各州县根据特征补到 后来到了唐朝的时候 海捕文书上又加上了罪犯的画像 名曰画影图形 以更直观的方式展示通缉犯的体貌特征 不过这个画影图形存在很大的漏洞 首先画师不可能正好见过罪犯 只能根据描述来画 比如大胡须、脸上有致等等 但这些很容易掩盖 像《三国演义》中割须气袍这一桥段 曹操割掉胡须扔掉长袍后 就成功骗过了追杀他的马超 第二个缺陷就是识别度 如果罪犯纯粹就是一张大众脸 画出来的画像恐怕没人能识别出 比如宋高宗时 一个叫吴高的劫匪被画影通缉后 居然跑回城里找到画工肇四说 你画的我根本就不像 给老子重画 另外还存在壮脸的问题 南宋末年时 蒙古大军就曾根据画影图形来抓文天祥 结果误抓了一个叫林副祖的人 画像毕竟不是照片 遇到特征不明显 又刻意调整发型改变服饰的人 基本就失效了 既然画像这么不靠谱 那为什么古代还是能很快抓到罪犯呢 其实窍门并不在画影图形上 而在下面这三点当中 一身份证 早在战国时期 商鞅就在秦国发明了照身帖 后来又出现了僧侣游方石用的杜碟 商骨 学子外出用的录影等 这些都是是古代的身份证明 没有这玩意 住店都住不了 再讲究宵禁宋朝除外的古代社会 大晚上就你一个人在外头溜达 不抓你抓谁 所以 海埔文书上的画像是其次的 最主要的就是让各地捕快知道要抓的人叫什么 男的女的 哪里人 这样盘查时就能查到 那有没有可能造假呢 难 古代又没那么多半甲证的 仅凭个人技术 很难造从材质 字体等方面造出一个以甲乱真的身份 哎 保甲 保甲同样是商鞅的首创 并且贝利潮历代一直引用 也就是以保卫单位实行连坐 一保里出了罪犯啊 必须及时举报 否则全保连坐 遇到有陌生人 不好意思 马上会有朝阳群众围上来问 老乡 听口音 你不是本地人 古代人口流动非常有限 一个地方很长时间都不见得会出现陌生面孔 如果医保内有外来的行踪不明的人 必须察觉并送交官府盘问 否则会遭惩处 三 悬赏 设定了不告奸的惩处 自然也要有告奸的奖励 春秋时 楚平王居捕吴子虚就曾悬赏五万事粮食 宋朝也曾明确规定 照天下有能告杀人者 赏钱五万 明朝的规定更绝 抓到重犯直接受官 而且罪犯的全部财产奖励给举报人 所以 古代的通缉令在很大程度上 是起到一种让地方官员重视的作用 让他们捕捉到有问题的人时 第一时间先比对通缉令上通缉的犯人 往往这类人都是重犯 会被特别对待 通缉令画像相似度低 虽然影响抓捕的准确率 但能用抓捕范围弥补 因为在古代的通缉令上 都会带有悬赏 例如在续资制通鉴中就有记载 照天下有能告杀人者 赏钱五万 这绝对是一份重赏 如果根据购买力换算 古代重犯的赏钱 往往会提供等同于今天的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赏金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捉贼虽然有困难 但是遇到可疑人员就举报却不困难 所以 在这样重赏的驱使下 得知通缉令犯人资讯的人们 一旦看到有人可疑 即便与画像不是那么像 也会去官府举报 画像虽然不准 但是摸牌的范围却很广 犯人一不小心 就会被人举报 成为别人获得赏金的敲门砖 综上 古代真实的通缉令弊端很多 时效性差 传播性差 早期没有画像 后期有画像以后也不是很像 但是通缉令的作用还是存在 因为搭配上古代的相应制度和赏钱 通缉令具备了巨大作用 可能效率不是很高 但绝对会让通缉令上的罪犯举步为奸 正因为有了这几种方式 所以古代的海捕文书 很多时候是不用配图的 通缉令的形式也因此才流传了几千年 直至今天依然没有消失 正是因为通缉令对于案犯的追捕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都具备强大的功效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了解更多历史相关小知识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